混老爹 趕電玩 大家好 來 各位觀眾 除了一個 新活動 這個 活動 地向招募 這個章魚哥 好 老爹今天就來 邊抽邊回答各位的問題 好來 TSO1352571 老爹可以玩 凹星世代嗎 想看最強的課長 好 各位觀眾 最強的課長 沒有 還是很多高手的 那麼 老爹 認為自己算個課長 但絕對不會是什麼 最強的課長 一定還是有很多人 比老爹強悍的 只是 不是啊 大家也都知道啊 老爹晚上啊 常常要回家幫忙家事啊 帶小孩啊 陪 陪家人喔 所以啊 老爹玩 老爹比較難玩這種直播型的遊戲喔 直播型的遊戲喔 這個通常 時間真的比較少 那麼 老爹有在想 能不能以做影片的方式喔 可是我覺得 像RO這種遊戲 應該很難拍影片吧 我 我說真的 我還不太了解喔 再加上啊 老爹真的有去找一些帳號喔 要我重練 太花時間了喔 老爹有去找帳號啊 沒有我想要的伺服器的帳號喔 沒有我想要的伺服器的帳號喔 所以老爹目前也是在觀望中喔 在觀望中喔 那 還是有人啊 有人的帳號啊 打得還不錯的啊 這個 看能不能私訊老爹的粉絲頁啊 老爹來借完幾天看看啊 讓老爹這個直播個一次看看啊 如果大家反應好啊 老爹再來找帳號啊 我已經找到有點煩了啊 好啦 那麼 遊戲大學 老爹 你會玩射擊遊戲嗎 各位觀眾 老爹啊 說過啊 老爹 從小到大就很愛打電動喔 什麼星海爭霸啦 紅色警戒啊 CS啊 老爹都玩過很多 很長一段時間喔 特別是星海爭霸 跟紅色警戒喔 都玩很久喔 所以老爹算是會玩射擊遊戲 B-146狙擊槍 B-183閃光彈 B-184炸彈 應該B-13應該是沙漠之音吧 應該沒錯吧 我有點忘記了 好嘞 旅程 老爹可不可以去玩新出的遊戲 極限截然嗎 好 各位觀眾 你們一定要訂閱加開啟老爹小鈴鐺啊 我已經直播完了啊 極限截然啊 我有直播啊 你們要訂閱老爹外加 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知道 老爹什麼時候直播啊 好嘞 陳立琦 老爹我想開公司 你的事務所可以接 這種比較小的業務嗎 好 各位觀眾 這個 鄉民的力量真的很強喔 已經有 已經有兩三個老爹的觀眾喔 账戶跑來給老爹做了喔 真的也謝謝你們喔 雖然我真的不知道你們怎麼找到我的喔 因為我根本沒有公布過 但真的有人找到啊 那麼其實跟觀眾喔 聊天啊 然後 這個 這個 跟觀眾這樣子開公司啊 其實 其實也不錯啦 坦白講啊 老爹有見了幾個喔 有聊 有聊天到喔 所以如果你想要開公司 有使用統一發票的 你可以資訊老爹的粉絲頁喔 那收據的 使用收據的老爹就沒有接了喔 不好意思喔 好再來 菠蘿劇 請問老爹 我想問一下 讀書該談戀愛嗎 老爹自己覺得啊 談戀愛啊 其實是一種助力喔 幫助的助喔 助力喔 如果不會影響學業的情況下 有時候啊 談個戀愛啊 搞不好啊 你的女朋友啊 這個跟你一起努力認真念書喔 這是一個不錯的喔 但是千萬記得啊 未滿18歲之前 千萬不要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啊 拜託你啊 好來 我可是你們追求的 新人類的 完成形態 好來 哈哈 官方啊 開個八星好不好啊 你們知道我幾個碎片了嗎 來 送給盟友啦 我已經每天在送了耶 又沒有人要啦 好 不管 好 再來 張玉勝 老爹可以玩傳說之類的遊戲嗎 好 各位觀眾 下個月 老爹 老爹就會玩啦 你們等著看啦 傳說之類的遊戲是吧 沒問題啊 好 再來 老爹 老爹 想知道要怎麼面對生活中的壓力 好 老爹 老爹 每個人 每個人 都有他的壓力喔 不管你 工作上喔 工作上是否如魚得水喔 每個人總是會有家裡來的壓力 學校來的壓力 學校來的壓力 朋友給的壓力 工作上給的壓力喔 任何人都有喔 那麼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方式喔 有些人可能大吃大喝喔 有些人可能去唱歌喔 有些人可能打遊戲喔 這真的每個人不一樣喔 你必須找出自己的方法喔 這個老爹真的沒有辦法給你任何建議喔 你要找到自己解決這個生活壓力的方法喔 但你只要記住一件事情喔 其實你並不孤單喔 每個人 都有他的壓力 不是只有你有而已 好 我們再來 老爹 林阿迪 老爹幾歲結婚 小孩多大了喔 老爹 差不多30歲結婚的喔 小孩最大的目前已經念 國小了 已經念國小了 所以老爹已經 已經結婚 結婚好幾年了喔 好幾年了喔 好 再來 陳國寶 老爹 我想知道 你是興趣 當YouTuber嗎 因為我看你的影片 好像都不惜成本在撒錢 好 各位觀眾 這個類似的問題喔 就譬如說 ABR ABIG AIL MOLES 他問老爹為什麼要當YouTuber 好 各位觀眾 老爹之前應該都講過 老爹其實在當拍遊戲之前喔 就一直在打電動 我真的差不多從 國小幾年級開始就一直很愛打電動 直到手機遊戲開始 開始當道之後 啊不對 是先從電腦遊戲喔 從那個FB的遊戲喔 那個FB有一些小遊戲喔 那時候FB有個小遊戲 老爹就花了二十幾萬喔 那個時候 老爹還創工會喔 FB有個小遊戲喔 老爹還創工會當會長喔 還辦過盟具喔 然後就一直很愛花錢打遊戲 那 其實都是瞞著老爹的這個 當時的女朋友 就是老爹的老婆喔 不敢跟他說我儲多少錢喔 都跟他說我花個幾萬塊而已喔 你看我這個月才花幾萬塊這樣喔 那麼 老爹後來啊 拍影片之後啊 當時是為了愛獻 就為了獻老爹那支紙杖喔 玩天堂M的時候 那支紙杖 後來老爹發現啊 拍YouTuber 因為還有額外的收益喔 所以我就可以很正大光明的 跟我老婆說 你看啊 我不是只有在打電動啊 我還在賺錢啊 你們懂嗎 各位觀眾啊 老爹本來就一直在花錢打遊戲啊 那麼現在我又有了收益 我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打遊戲啊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啊 所以 老爹 真的很喜歡這樣子的生活啊 好 再來 NOR I-C-H-I-K-A-O-K-I 老爹遊戲玩太多 會不會被老婆大人念呢 好 各位觀眾 以前真的會喔 以前 他就說我很愛打電動喔 整天都愛打電動喔 逛街打電動 看電影等時間也在打電動喔 每天一大早醒來也在打電動喔 我就是一個打電動魔人喔 除了賺錢之外 看電影之外 我就最愛打電動了 那麼現在呢 我就跟我老婆說 我這打電動也是在工作耶 也是在工作耶 好 那麼我老婆 就比較沒有意見啦 沒問題啊 各位觀眾啊 這真的是附帶價值啊 好開心啊 那麼 有什麼問題 歡迎到老爹的YouTube社群留言喔 我們想要不易便見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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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